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偏偏处在中原各国最为光剑人要的冲之地 平南国王高德行率领太子高于仇运仇为物 周旋于中国之间 以高于仇为核心的平南御林九处 为平南国专属的军政机构 负责探通情报 巡查机部 努力保全国家设计的安稳 多年战乱之后 大梁最终以军事优势确立了霸主地位 成为了中土王城 大梁最终以军事优势前 大梁最终以军事优势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 我精神好啊 混死了 梁国赶急 我起大早啊 你非要起那么早干吗 不是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梁国的大急 咱们早些去找个好地方 说不定了 怎么这么大的雾啊 大哥 咱 咱不是碰见鬼了吧 你不 这个我呀你啊 报 将军 就是这里了 百姓受的杀人鬼误 就在这一带 定是有人为了屠材害命 才装神弄鬼 残害百姓 兄弟们 今天我们就为民出汗 最后军 准备一道 走 殿下 现有平南百姓七人 边境巡逻小队一支 全都离其死亡 殿下 这闹鬼 多半是些萧小之辈的下等手段 但若出现在梁国边境 就不同了 这次平南和梁国边境闹鬼 不知是否有梁国百姓受害 如果有 你们说是谁敢如此大胆 去招惹梁国 那如果没有 那定是冲我平南而来 无论怎样 我们必须去一趟 叹个究竟 皇后娘娘驾到 我的皇后娘娘呀 你怎么来了呀 高德兴 我问你 一筹去哪儿了 这一筹啊 他 他不是在宫里吗 还装 我想起来了 这一筹呢 一早上起来 就去踏青赏景去了 你看我这脑子 说实话 你是不是 派一筹 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去了 没没没 高德兴啊 高德兴 你是哪儿有危险 你非要派他去哪儿是吧 这万一 万一有什么闪失 你 我 这你没完 我 我的娘娘呀 你先消消气好吗 这一筹呢 出宫 只是办点小事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殿下 这些尸体 都少一样东西 他们的心脏 不见了 殿下 殿下 你怎么看 很明显是人非鬼 但并不是萧萧之辈 而是一流的高手 公三萧 你认为呢 回殿下 卑职与殿下的看法一样 一流的高手 配合锋利的兵刃 瞬间挖取死者的心脏 不过 杀手应该还用了 其他手段 什么手段 卑职以为 以李将军的身手 就算杀手的功夫再高 也不可能一击致命 而且 我救到尸体身上 有一股奇特的伟大 根据我的判断 应该是一种 能够扰乱心神的弥香 终究 还是下等的手段 你 你 以你的武功 怎么会让他跑了 而且虎福也没拿到手 你怎么搞的 国师 你要干什么 以后不要对我这样的大喊大脚 我可是未来的皇上 你敢这样对我 你还没登机 就这样对我 我你登机以后 我很担心你会杀了我 怎么会 国师可千万不要长相 我们通力合作 日后还需要国师福作活呢 当务之急 赶紧找到正伦 拿到虎福 绝对不能让正伦逃出大量 你的人手 可以向边境多派去 平南边境 我会安排黑白无常放手 平南边境 国师为何如此看重 正伦最有可能去的 就是平南 边境此事恐怕已经是重重封锁了 离开大量 已经是不可能了 这鬼王与正老谋反 目前看来 只有一人能够帮朕平乱 先生 不知是谁 平南太子高一处 朕会写一封信交给你 你一定要把他亲手 交到高一处手上 属下遵命 停 有些蹊跷 向马看看 你一定要让你 我去封锏 你能够能够吗 无法 肯定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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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行行行行 我打听一下啊 就二位这打扮 是在中黑白无常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 我们是真正的无常 你说我们把他们 打成牛头马面好不好 都听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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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脸呢 还打肚子呢 不打了 我等待大梁国师属下 你们敢杀我 咱敢热弄国师大人 国师覆手之间就可以灭了你们 原来是上国国师属下 那你们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伤我平南百姓和守卫 我们做什么 需要向你解释吗 放了他们 二位可以走了 我会告诉大家 尽量不要靠近边境 也请二位 不要再为难我平南百姓了 谅你们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报上你们的名来 我乃平南太子 高一筹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你就是高一筹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迷迭乡天下无双 怎会对你们无用 真是大言不惭啊 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你是什么人 要王谷弟子公孙孝 我会将此事禀告给国师大人的 我们走 难道我们平南的百姓和卫兵 就这样白白送死了吗 当然不会 剑将军 你要清楚 我们现在绝技不能和梁国 发生正面冲突 我担心的是 这是梁国国师故意安排的 我们一旦中计 就很难收场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量封锁边境 不能再让无辜的百姓受害了 养了你五年 终于可以用上 我忘了你从前的身份 你现在是大梁的皇帝 郑伦 我让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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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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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您就放心吧 孩儿这次是 据据献礼物的 实在是又舒服 又悠闲的美差 就跟他踏青游玩一般 再者说 剪将军会带着 御林九处的人 随我同行 绝对不计刀的 娘知道你此行重要 可是 娘就是放心不下 有样东西 娘给你看看 两个废物 这些人 鬼王大人恕罪 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回鬼王大人 都怪那高一仇 我们已经表明了身份 还依然对我们不依不饶 杀死了众多小鬼 我让你们守边境 我们让你们胡乱杀人 惹到了高一仇 就灰溜溜地逃回我 我的脸 都让你们丢尽 我们这么错 也是为了完成大人吩咐的任务 那边境人群重头 我们杀几个人 也是为了吓住别人 不让他们靠近边境而已 难道那么多的鬼位 都白死了吗 大人 那高一仇不是快要来了吗 到了咱们的地盘 不输 杀了他 请大人指示 派礼部左侍郎陈贤 监视高一仇 等我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好 再对付他 殿下 已经接近梁国金内了 大梁礼部左侍郎陈贤 在此恭候平南太子大驾 都使了 大人 暴光 对付他 汇郭 牢 鱼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殿下好眼力 的确如此 不久之前 皇城里确实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护国大将军魏淑妍 不知何故 竟然四重遇数 几度自杀皇帝陛下 幸亏邻军与皇帝精卫拼此相争 这才没有酿成大伙 那魏淑妍见到刺杀南城 便在手下的接应之下 逃出了皇宫 魏淑妍的将军服 我翻了个抵朝天 虎服 我找到了 无缘无故 让陈昭妇出虎服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拥有国师亲自跟你说明 国师 大将军 我拥有国陈昭妍 魏淑妍 你私宠御书房 赐王杀价 我押入地牢 你们陷害我 没想到殿下的棋艺是如此高超啊 陈侍郎 这下棋实乃索然无味 陈大人 我有点小事想请你帮帮忙 殿下请吩咐 好 殿下 您这是何意啊 这么久没见 有没有想我呀 啊 想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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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保你满意 有的是钱 好 好 来 你信我吧 行 行 行 爱呀 你喝呀 多喝点 哎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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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那些闲杂人等给我赶出去 我要在这里扫了本王的兴致 是 走 快点 干嘛呀 别走 别走 走 快点 偷偷给我滚出去 这位大爷 怎么了呀 来来来来 把所有的姑娘都给我叫过来 陪我喝酒 钱我有的是 您看您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您来了 我当然会给您好好安排呀 抱您满意 快去快去 赶紧安排 哎 简将军 来来来 来 来 陪本王喝一杯 殿下 我们此心有要事在身 希望你收敛一点 不要让上国的皇帝知道 失了体统 哎 怕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散心一次 陈大人 是我的好朋友 他绝对不会将这件事 告诉上国皇帝的 是不是 陈大人 呃 呃 当然 当然 绝对不会 你看看 您是一国殿下 还请您自重 简将军 你竟然敢跟本王 如此说话 殿下息怒 末将也是为您着想 好 滚出去 我让你滚出去 你们二人也给我滚出去 别生气 咱们喝酒 来来来 姑娘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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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快快 大爷 快快快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快点给大爷倒酒 我给您倒上 我们今天独醉不归 我们接着喝 我们接着喝 上酒 殿下 殿下 简将军 今晚请殿下先在这里休息 等明日殿下酒醒之后 我再来接殿下去觐见皇帝陛下 陈大人费心了 告辞 请 陈大人请慢走 陈大人请慢走 什么平男之魂 可笑 他走了 走了 拓拔正跟着他 放心吧 他不会怀疑的 人接到了吗 来人 把那些鲜杂人等 走 给我赶出去 快点 先生 我家主人吩咐前来接应先生 走走走快走 看 快点走 快点走 快点 说你呢 简将军 他 已经安排妥当了 带我去见他 只要集齐两枚护符 再加上朕的诏书 即刻可调动梁国几十万大军 剿灭鬼王和正郎 易入返场 只可惜 现在只有一枚护符 无法调动军队 先生放心 一筹一定帮先生 拿回另一枚护符 军 平南太子高一筹觐见 高一筹代表平南国向上国皇帝陛下请安 祝陛下万寿无疆 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 我父王近日偶得几件宝物 不敢独藏 便派我亲自赠予陛下 还盼陛下能够喜欢 好 很好 回去之后 带朕向你父王道一声谢 是 朕呢近日来顺势乏类 你先回驿站休息几日 待朕恢复之时 自然会召见你的 多谢皇帝陛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王爷 殿下 可有时间跟本王说几句话呀 王爷请 今日朝上 希望殿下不要怪我皇兄啊 王爷这是哪里的话 想必殿下已经知道魏淑妍刺杀皇兄的事了 我皇兄虽然没有受伤 但毕竟受了惊吓 近几日精神确实不佳 还望殿下体谅才是 医仇已经听陈仙大人说过此事了 皇帝陛下能够安然无恙 实乃天下之幸 医仇替陛下感到庆幸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不体谅呢 殿下果然通达 这几日若有机会 我们小卓几倍 增进一下友谊 你意下如何 如何 王爷厚爱 一筹深感荣幸 根据信里的旨意 我们这次来 除了保护大梁皇帝 还有个重要的任务 进入梁国皇宫 取一样东西 皇帝的玉玺 梁国皇帝每日在玉书房批阅奏 主折结束之后 专门负责保管玉玺的掌印太监 会将玉玺收纳到玉书房的一个机关锦盒之内 那个锦盒是机关宗师核无处制造的 共有四十二道机皇 传说不用钥匙 是无人可以打开的 梁国皇宫院墙极高 依靠青宫入内绝无可能 况且皇宫内守卫森严 有数千玉林军整夜巡逻守卫 翻墙而入 绝不可能 皇宫不同于其他宅院 早在建筑之时就已灌入铁水 要想挖地而入 是绝不可能 如此看来 想进入皇宫 有不被发现的办法 只有从天而降了 从天而降 这怎么可能 我们又不是鸟 不可能吧 从天而降吧 并非不可能 交给我便是 公书园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可以做几对翅膀 只要有微风便可以遇风飞行 直飞到皇宫 也并非什么难事 如此甚好啊 可是 如果我们大摇大摆飞请皇宫 哪怕只有一个人发现 行动也就失败 这个不怕 我们有天师相助 就我观察天下 近几日将会出现 天口吃月的异象 届时月亮消失 一时漆黑一片 咱们只需在此时 飞入皇宫 绝技不会有人发现 大哥 运气不错呀 整理还真不少 那是 小子 瞎了你的狗眼 你敢偷我的钱 敢偷我的钱 不是谁偷你钱了 不要血口喷人啊 你干嘛的呀 我说 他们要的是你们的衣服 什么人 可以呀 车在巷口 把他们衣服扒了 装进麻袋 并走 都安排土当了 今晚行动 把请柬 给鬼王和正朗送去 好 我现在就派人送去 王爷驾临 一筹面上有光啊 本来是邀请了王爷和国师大人两个人 但国师大人说公务繁忙 回绝了 是不是小王哪里得罪了国师大人 殿下行事妥道 礼貌得体 怎么会开罪国师大人 想必是他一去烦忙 不过啊 国师不来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我说话 也能共随意些 王爷请 很雅致啊 别有一番韵味 王爷过奖了 简将军 今夜的安全护卫工作 就交给你了 不能让任何人 惊扰到王爷的雅性 明白吗 太子殿下请放心 末将一定亲自巡逻 绝无半点差池 简将军 真是殿下的左膀右臂啊 王爷也认得问心 贫南御林九处 鸣声远波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王爷谬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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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狗吃得还挺快 天都黑了 张登 今天我替王爷准备了一些歌舞 给您注注信如何 好啊 你知往前指头就是 跟我来 记住 我们只有半炸箱的时间 我和拓拔阵先下去 你们就留在这儿随时建议 王爷 小王 再敬您一杯 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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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不说暗话 以你的头脑说听不懂 我怎么觉得是在糊弄本王呢 王爷恕罪 王爷恕罪 我劝你一句 不要轻易冒险 否则会惹火上身 你这次来 是不是想对付贵王 他们的美门在运风雪 您确实从何说起 你的人杀了鬼王不少手下 鬼王很不高兴 原来王爷都心知肚明 我还在这儿装疯卖傻 惭愧惭愧 所以我说你是来取东西的 想从我黄兄那儿取走一个 鬼王不与你计较的承诺 王爷就是王爷 真是明察秋毫 扮住箱子时间到了 箱子也打开了 好 换衣服 走 你这次来 虽然有箱将军同行 但是 但是怎样 如果鬼王想对付你 就怕这回 你是回不去平南了 这 和这一筹 这是阳入虎口 自投罗网 我黄兄护不住你 但是有人可以护住你 谁 我 公书员 你想办法把玉玺放到皇宫内的河道里 我们在井宫门会合 好 走 但我也有个小小的条件 王爷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波云渐月 就快明朗了 殿下 你也很快会明白的 殿下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王爷能开心 遗仇更开心 剑将军 王爷这就要走啊 是啊 剑将军辛苦了 多谢王爷体恤 请 她们放下 她们最后一会儿 准备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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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行动很顺利 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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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杀了我四个傀儡护卫 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 诸位爱卿 来共赢紫杯吧 朕的身体尚未恢复 一直没召见你 心急了吧 陛下如此体恤 医愁甚是感激 陛下龙体欠恩 理当安心休养 一筹不曾着急 皇宫里最近不太平 先是魏淑妍意图谋逆 再者呢 昨日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不知是何大事 有贼子夜闯皇宫 盗走了朕 请家是否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了 待会儿 请起庭 都如果不仅有烹饭 不得尽 文字幕才能够 写 海 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准奏 臣以为最好 既然如此 那就准奏 谢主龙恩 国师找我来 有何贵干 国师 玉玺丢失 你怎么看 看来国师引以为傲的傀儡护卫也没想象中那么厉害呀 看来他找到了帮手 你怎么肯定是他的帮手 如果不是那就只有另外一个人会做这件事 谁 你 我 国师 你什么意思 但我相信不会是你 因为你没这个本事 昨夜敷衍可有收获 收获 收获什么呀 我不过是去饮酒作乐 你想拉拢高一周 国师 你可不要信口开河 我不过是去找些消遣 你却心存恶意 你这样咱俩怎样合作共事啊 只要你不对我心存恶意 我就对你没有恶意 希望你能记住我的话 国师找我来 不会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话题吧 当然不是 我想知道 昨夜可曾见到平南女将军简文心 见到了 我们整夜都在驿站花园 你可确定 当然确定 国师你不信任我 我怀疑高一筹就是他找来的帮手 你可确定 你这么说可有证据 没有证据 只是怀疑 如果国师怀疑他们 立刻包围驿站 仔细搜查 如果玉玺是他们偷的 自然会在驿站中找到 轻举妄动只会打操惊蛇 别忘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高一筹 而是那个人 国师想得住去 那就劳烦您了 没事 我信心告辞了 贵王大人 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派人暗中观察高一筹他们 目前暂时没有发现异样 再安排些人 把郑郎也给我听见 大人 小的又一事不明 独胆请教大人 说 那郑郎 您为何一直留着他呢 他似乎不与您同行 何不 郑郎虽然是个废物 但手中掌握着玉玲君 我们的大师 还要借助他的力量 可是 他似乎没有完全听从您的安排呢 鼠目凑光 暂且容他一时 等我大事已成 自然会除掉他 今夜月色美妙 自当失久陈天华 你怎么那么严肃啊 你看起来 可不像是在思考十九年华 你是在想虎服的事情吗 你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忧 我会把虎服带回来的 不行 是 刚刚失了玉玺 便立刻放出虎服的消息 这一切未免太过顺利了 以我对鬼王的了解 他不是如此轻率鲁莽之辈 此事却有蹊跷 可是 万一这虎服落到御林军总部 要再想拿回来 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即便如此 这个险也不能冒 鬼王的城府一向深得可怕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出现这样的疲劳 一定是个陷阱 殿下 不管是不是陷阱 我们都应该试一试 请 有埋伏 准备战斗 是 有埋伏 有土兵 有埋伏 你 有埋伏 有埋伏 一些 国师大人早就料到你们这些贼子定然贼心不死 你们果然来了 既然来了 就都别想走 东西拿到了 不要恋战 快走 走 想办法把古府带走 虎子谁都走不了 一个也别想走 都给我拿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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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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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iers 走 我们做大事 就一定会遇到危险 但这个险 我们必须得忙 听你的 对 如果任务失败拿不到火符 我们平难也会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为了万千百姓 即便要赴汤蹈火 我们也绝不能推辞 这户符是假的 殿下 鬼王来了 把这里给我翻一遍 一个角落都不要放我 博师大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你先不要着急 你 等我找到我要找他东西 你再求我赎罪也不迟 博师想找什么 不如告诉我 我要有的 马上献给你 我要找叛徒 你有没有 博师大人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怎么 没有吗 那么玉玺和虎符 你有没有啊 咱们 找叛徒 你找叛徒 我们又想找叛徒 我们听到的 就是 官员 我们都找叛徒 我们都找叛徒 乖 你找叛徒 这种人 你们都找叛徒 这种人 这种人 我就怎么能力 啊 这种人 你也找叛徒 我 何人 这种人 我 国师大人 以身份如此尊贵 行事为何如此粗鲁 宫不对 国师大人 国师大 国师大人 这里是简将军的闺房 咱们这样不太妥当 国师大人 先生 你可以出来 鬼王的武功 明明已经见识过了 现在他有了防备 想要再从他的手上夺取虎符 只怕不失意识 更何况 我们并不知道虎符被藏于何处 上一次上了鬼王的当 抢了假虎符 还折损了我御林九处两大高手 不过 我们也知道了真虎符的所在 是不是随身写的 正是 果然不出所料 先生 我想委屈您 协助我们做出戏 只要您能帮我评论 你尽管安排 国 国 国师大人 东西在哪儿 在 在 在楼上的房间里 我们听说是宫里的东西 就不敢动 在 在楼上逛着呢 看着他们 接下来 有伞 快 小心 殿下 建将军 建将军你怎么样 殿下 没事 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哪儿 想在这儿白吃白喝 我配 建二哥你要是不拿实钱来 你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 放肆 拿呀给我打断他的腿 这样东西价值远超万金 今天我身上不方便 暂且将此物押在你这里 不日便会来赎回 到时 你的钱 十倍奉还 王 万金 万金 殿下 千不着急 将军已服用我药王谷镇骨清丹 生命已无大碍 只要休息几日便可痊愈 好 兵符在手 大梁又回到了朕的手里 龜丹 公孙孝 你留下来照顾建将军 我陪陛下前往军营 你们等我回来 殿下请放心 来者何人 朕乃大梁皇帝 正伦 众将清令 随朕出击 收复我大梁 是 出发 驾 随朕出击 王爷 王爷 我听到外面的厮杀声 现在什么情况 报 成目一破 请王爷定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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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快跑吧 王爷 啊 你保护我 我 王爷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跟你做牛做马 你 你带我走 我做什么都行 王爷 你小心我 啊 你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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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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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森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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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啊 啊 衣宠 衣宠 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你以前的一切 都不是真实的 全都是幻想的 衣宠 你一定可以通过我世界 我当你了 引兵斗策 前阵列在前 暗门 温馨 一丑 高一丑 你让我刮目相看 等会儿我杀你的时候 会让你多受一点罪 少废话 鹰鬼王 你是恶不赦 今天我要杀了你 我发现 自从鬼王修炼了英明鬼叔之后 他的头上就多了一件头饰 据说是他苦行搜罗的万年红宝石 此物极其坚硬 所以我猜测 你们所说的罩门 就是他的额头 刀儿 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 鬼王 不不不 国师大人 误会 这都是误会 你看 我们如何闹成现在这个地步了 我真是有人不识泰山 我自不量力 不过这个女子 我必须救 他不能死 这样 你这次饶了我 以后你来平南 好酒好菜好茶 我好好招待你 行吗 高一筹啊 高一筹 高一筹啊 高一筹 你竟然如此让我看不清 就你这样的人 也能够称为是平南之魂 啊 哈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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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义筹 伤怎么样了 陛下放心 一筹已无大碍 此次若不是你出手相助 朕的大粮就岌岌可危了 皇上言重了 一筹也是竭尽所能 保我平安太平 无论如何 您与简将军 为朕 为我大粮所做之事 朕永远都铭记在心 这是问心 执走所在 这块金牌 朕赠予你 今后你平安若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凭此物来找朕 朕定当 亲力相助 多谢皇帝陛下 义筹 你一个人去鬼王殿 你不怕 怕 怎么会不怕 那你还来 当我知道你被鬼王撸走时 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义筹 谢谢你 这谢 总归是要谢的 不过 通过这次我发现 你这武功好像也不怎么样 你说什么 我在想 我堂堂平安御林九处 是不是要换一个将军 你敢 我知道了 你能接一下 埋着 终于 表达 好 我 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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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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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